埋起來 哈囉 各位巧粉 大家好 今天不是巧之味喔 今天是巧會現身來解答 要解答什麼呢 今天要講的是最熱門的議題 三倍券 自從三倍券推出之後呢 不管是我在地方跑行程 還是臉書 都有很多人問我 三倍券要怎麼領 尤其是很多媽媽都跟我一樣想知道 如果媽媽在家裡顧小孩 不能出門 那要怎麼領呢 或者是說 這些未成年的小孩 到底可不可以領 怎麼領呢 我想我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所以大家的心情我最能夠理解 問我就對了 那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媽媽們怎麼幫小孩領三倍券吧 首先媽媽的部分 最快速不用出門的方式 就是綁定我們的信用卡 或行動支付喔 今天我就以信用卡綁定 來做示範喔 需要的工具有 電腦或手機 還有信用卡 或是簽帳VISA金融卡 那我們打開手機 或電腦的網頁 在搜尋欄打上 3000.gov.tw 或是行政院政新三倍券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政新三倍券官網囉 點選信用卡 那進去之後 找到你想要綁定的卡片銀行 哇 好多銀行可以選喔 點選立即綁定 接著呢 依照上面所寫的指示 輸入所需資訊就可以囉 最後選擇你要怎麼領取這2000塊 可以是直接退到你這張卡的賬戶裡 或者是去特定銀行的ATM領取現金 全部資料確認後 就送出綁定 這樣就完成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刷滿3000元 8天之後 接到簡訊 接下來 就會到你下個月的賬單折底囉 接下來 就是媽媽們都敲完的兒童帶領方式了 兒童領取的方式有兩種 15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 可以用爸爸媽媽辦的信用卡付卡 或是簽帳VISA金融卡 用前面示範的信用卡方式綁定後 就可以使用囉 那要是未滿15歲的呢 那我們可以到電子票證業者平台 進行記名並綁定後 就可以使用囉 今天我就以悠遊卡來做示範喔 需要的工具有 電腦或手機 已經記名的悠遊卡 一樣我們進到三配券官網 點選電子票證 進去之後 找到你想綁定的電子平台 我選擇悠遊卡 點選立即綁定 接著依照上面所寫的指示 輸入所需資訊 最後選擇你要怎麼領取這兩千塊 可以是直接退到你這張悠遊卡 或者是去特定銀行的ATM 領取現金 全部資料確認後 就綁定成功囉 這樣小朋友的部分就完成囉 那消費滿三千之後 只要到超商櫃台 靠卡刷一下 就會以回饋金 加值到你的悠遊卡囉 以上就是媽媽 與小朋友們的申請方式 希望有幫忙到大家喔 鍵上綁定Mentum 三倍券 拼金劑 買起來